教你怎样做人呢 现在这个社会乱了 以为我用种种自己的想法 这是随人利己的方法 得到的利益 其实假的 都不是人的 没有这个道理 如果这个事情能成立了 那天理就没有了 那真理就没有了 违背了自然的规则 一瞬间 真正做到灵气 没有欲望才能做到 有欲望是无止境的膨胀 膨胀到最后毁灭 不但你毁灭 你的家毁灭 你族群毁灭 你对国家世界通过回来 反常的现象 人一定要明白道理 人一定要明白道理 道是方法 你走的路 途径 道路 理 是真理的 是大自然的规则 不能违背的 你途征 道路 道路 走 你途征了 astonishment 对 敦遥的 你说你想要财子 现在人贪的是什么 财随能失去水 神经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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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说谈我都都达到其实错